嗨 我是寶可夢 今天大家都好嗎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的話題 我覺得蠻有趣的 應該很多人都很想知道 到底 波洛克或者是KOLS 他們在網路上面都是怎麼 賺錢的 那到底什麼是MGM呢 所以這個非常有趣 可以跟大家聊一下 因為我相信很多人也對這件事情感到非常的有興趣 甚至想說我是不是也可以 就是一起來推薦 然後賺錢呢 那其實今天都會跟大家聊到這個議題 那麼你看完之後 你一定對MGM是什麼東西 可以有更深切的了解 MGM的英文叫做Member跟Member 就是所謂的親友推薦 那在這邊的話呢 簡單提示三個重點 第一個到底什麼是MGM 親友推薦活動 第二個是我可以靠這個賺錢嗎 今天會跟大家聊聊 第三個是 波洛克靠這些推薦連結 他一年可以賺多少錢呢 我們這邊不講其他人 我們就講我們自己 寶可夢到底一年可以靠這個賺多少 我們今天也會跟大家聊到 好不好 那就進入我們的第一個主題 就是到底什麼是MGM 我覺得 這個你們如果常常在看我的文章 或者是看一些部落格的文章 你就會發現 為什麼他介紹一個產品 最介紹到最下面的地方 他可能就會有一個超連結 然後你就可以就是 點下去就辦卡 或者是開戶 甚至是進行團購的部分 或者是買書 難道你這樣做你都不用去思考過一件事情 說他是不是有可能從中謀利呢 那當然今天要跟你講答案了 就是會的 有的 他們就是可以靠這個賺錢 因為我也可以靠這個賺錢 所以這個就是很直接跟你講 你當你在瀏覽這些資訊的時候 如果你有從別人的這個 部落格的文章點進去 然後不管是進行hotels.com的這個訂房 或者是下單買東西 其實你都有可能會讓他賺到錢 那這個無關好壞了 因為畢竟你有取得這個所謂的資訊 所以他有提供這個所謂的寫文字的服務給你 那你覺得要支持他一下 那從他連結辦卡 或是開戶 或者是進行購買 都是ok的 只是說你必須要理解到 你做這件事情 其實他是可以有收入的 所以他只要理解這件事情就好了 那如果你自己想賺的話 你也可以出來寫文章 然後其實就是一樣的意思 那這個是 剛剛講的第一種情況是叫導購連結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 辦卡的一些連結的部分 那其實MGM的部分呢 也是最近我們這個很多銀行業 金融產業他們非常非常風行的一種模式 包括就是說你的券券開戶 如果是銀行賬戶的開戶 甚至是信用卡的推薦 其實都有這個東西 那這個東西它其實叫做口碑行銷 什麼是口碑行銷呢 你可以上我上面這邊寫的就是 消費者對於優質的產品呢 讚不絕口 並且對親友來進行這個推廣 也就是所謂的口耳相傳的這個部分 直接跟親友分享 那與其 我覺得這當然有一個差異 就是說你的親朋好友 因為他認識你 然後你跟他推薦這東西 他相信你 所以他就會去使用 這就是口碑行銷的威力 但如果他是在網路上面看到廣告 甚至是在路邊 看到有人對他推銷信用卡 他都會知道說 你是不是要從我身上賺錢 所以他就會有這個提防的心 那你這個提防的這個戒心一高的話 其實他們是比較難去從中賺取利潤的 因為你就不會相信他也不會買 所以呢 這部分當然是有一個顯著的差異 所以為什麼口碑行銷 他的那個成效會比較好的原因 其實也是因為 因為你在跟你的親友推薦 他們認識你 他相信你 所以這個成交的機率比較高 然後他去後續使用上的機率也比較高 因為他有問題的話 他也可以回來詢問你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就是說口碑行銷他的威力 為什麼會大於一般所謂的那種網路上 大撒幣 應該說大撒網的方式 這成效為什麼會比較好的原因 就是因為人家可以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你 所以這部分的話 就是口碑行銷 跟一般網路上面傳統的行銷方式 不一樣的地方 所以對於廠商而言的話 他可以達到免費擴散的效果 雖然你身邊認識的親友可能沒有很多 可能就是十幾二十個 但是每一個人都去做一個擴散 做一個擴散 做一個擴散 那其實對他們來說就是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這個滲透的效果 所以這也就是口碑行銷的魅力所在 好 那麼 來來到這個成功的案例好了 第一個就是我們後面上看到這個ReChat 好 非常可愛的這個ReChat APP 你有沒有發現就是 當你申請了這個數位帳戶之後呢 那麼你在他的APP裡面居然有一個 所謂的推薦拿500的這個活動 然後他是每一季會更新一次 然後每一季你可以拿到500元 那推薦一個人拿100 所以你如果推薦五個人的話 你可以拿到500元 好 所以每一季都拿一次的話 大概一季可以拿四次 就是最高2000 好那ReChat這個產品 已經上限大概三年了 如果你每年都有持續的 在做推廣的話 也許你這樣子就已經拿到了多少 二三得六嘛 好就是6000多塊錢了 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算是一個不無小補的方式 那為什麼可以推薦成功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點 重點就是 如果這個產品的品質夠好 你才願意去幫他做推廣吧 如果這個產品的品質不好的話 其實你是不願意幫他做推廣的 好所以Android他有一個很鮮決的要件 就是說這個產品必須要有它的魅力跟吸引力 那麼我們消費者才願意幫他做口碑行銷 如果他是一個不好的產品 那麼其實他算是負面的口碑行銷 也就是說你講半天人家不會理你 甚至還覺得這東西就是個騙子 就是這是一個幌子 這就是一個吸睛的東西之類的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覺得大家還是要去評判說 這個產品到底好不好 是不是值得我去做推廣 因為這樣子你的成功率才會高 那麼來聊到第二個成功的案例 第一個成功的案例就是畫面上看到這個大戶 我們都知道說其實大戶這個產品 他推出的時候是去年6月 2019年的6月推出的 他現在剛好有生日慶的活動 那麼他這一年以來的耕耘呢 他其實已經有累積了45萬的用戶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微妙的情形 因為他東西當上的話 他當然是主打的是 比如說100萬以內就是1.1%嘛 然後就是2% 國內2%刷卡回饋 海外3%刷卡回饋 這些都非常的不錯 所以也因此讓大家覺得說 如果我只需要一個賬戶 然後來做存錢 來做消費的話 這個賬戶就是一個不二人選 所以因此就慢慢的擴散出去 所以才短短一年以內 他就已經累積了45萬戶 那包括我們卡板棒這邊 其實每一季幫他推推推推推 其實我們至少也累積了兩三千個用戶 所以我覺得他的東西只要品質是好的 我們都很樂意為他免費寫文章 為他免費做宣傳 在我們波羅克的部分是這個樣子 在一般人來講也是一樣 如果你使用上這個產品的回饋高 然後使用體驗性家的話 你也願意幫他做免費的宣傳 這就是所謂口碑行銷的魅力所在 那也要跟大家講說 其實口碑行銷有時候不見得要綁定這個優惠 你才願意去做宣傳 只要這個產品是好的 你其實就願意幫他做宣傳 就是這樣子 所以大戶這部分 基本上到目前為止 都還沒有開放這個一般人的MGM 就是一般人的推薦 所以他目前所採取的方式是 官方找到有影響力的KL 並且給他們推薦 讓他們來做推廣 所以在整個市面上 你可以看到有寶可夢 有我們卡板幫 然後可能也有福馬技衣 或者是這個心理 就是那個Youtuber 其實大家都有在做推廣的部分 因為我們都跟他們 就是有第一步的接觸 然後他也願意 就是提供一些資源 讓我們來 就是分享給身邊的這些粉絲朋友 然後讓大家可以拿到更多好康 所以他們目前的操作模式是 就是以這個所謂的核心族群 就是這個族群的人 是真的喜歡這個產品 有願意去使用的 那他就給他比較多一點的好康 而不是那種所謂的大撒幣式的 就是每個人都可以來糾團 其實沒有 所以你從這個方向 你就會看到說 RiChat跟這個永豐大戶 其實是這個推廣的走向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他們 這個產品跟產品之間的差異性 是不一樣的 所以大家就是參考一下這樣子 那再來的話 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是否有專門針對這個MGM的產品呢 然後來做設計的這個金狀產品 有嗎 其實是有的 就是這個所謂的Banky 那Banky在其實2018年 他這個產品上市的時候 他主打的就是說 有一群KOL 這個中型小型的KOL 寶可夢那時候好像只有一兩萬讚 就小小的 就是有在找我們這些中小型的KOL 來進行這個合作跟推廣 那麼來讓我們的粉絲 一起來使用這個產品 但是這個產品其實在這兩年的推廣上面 其實是蠻辛苦的 為什麼 因為它的刷卡回饋率 還有存錢的回饋率 其實都沒有像其他的銀行那麼的突出 所以其實我們在推廣上面算是非常的吃力 就是它會吃我們的影響力 但是粉絲可能看到我們推一個這樣子的產品 他可能就會對我們的信用打一點折扣之類的 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說 連我們推廣都這麼吃力的 其實我覺得一般的消費者來做推廣 其實可能壓力也更大 因為可能你沒有辦法去說服你身邊的親友來使用這個產品 所以你在推廣上面就會有很大的挫折 這個是它產品設計上的一些缺陷沒辦法 因為它可能就是要玩糾團 所以它沒有辦法給你太高的回饋 因為這樣子的話它很容易虧本 所以這個在產品設計上面 其實就沒有像其他產品那麼有吸引力 以消費者的角度來講 所以這個是蠻困難的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跟你講說它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 因為它其實到目前為止它的市占率還是沒有拓展開來 那麼在其實今年4月左右 它有對產品的這個所謂的回饋做了一個提升 比如說2.6%的高率活儲的這部分 是只要跟團開戶你就可以拿到了 所以現在就變得非常非常有吸引力 好但是因為它已經把這個回饋都放在這個高率活儲了 所以你它連開戶或者是半卡的回饋其實都變得更少了 好這沒辦法 因為他們的資源就這麼多 他們就只願意放在這一塊 好所以你要使用這個產品的話就是 跟團上車然後你就可以拿到2.6%的高率活儲 然後儲5萬年去儲半年拿650 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好所以各個銀行的金融產品其實都是有不同的玩法 那你還是必須要去選擇適合自己的產品來使用 這個就完全不勉強 好這樣子 好那再來的話我們繼續往下看 就是第二個問題是 我可以靠這個賺錢嗎 好我覺得這應該是大家最care的部分 因為沒有人care說你這個care或你block 你可以救多少人 因為那不關我的事 好重點是 我有沒有可能可以就這個MGM的部分來賺錢呢 好那我這邊提供大家兩個答案 這個兩個答案就是 是也不是 好為什麼這是一個魔力兩可的這個答案呢 難道說這就像是一個薛丁格的貓一樣 就是放在這個box裡面好 他在打開之前呢 你完全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但你打開之後才能夠知道說他是生或者是死 好當然我們現在講的不是這種科學論述 重點是說 MGM這個產品呢 他有他一些比較特殊的部分 所以你如果善加操作的話 你的確可以為你自己增加一點加菜精 但是如果你沒有非常相當的影響力 那你其實也很難去吃到這樣子的回饋 無怪乎網路上就會有很多人在這邊complain 或抱怨說 啊所有的好康都被你們這些部落客吃乾媽淨拿走了 那我們憑什麼要當作是你的這所謂的墊腳石 然後讓你就是平步輕於往上走 但是我們什麼好康都沒有呢 所以為了解決這個部分我也解決這個問題 我也是思考良久 最後才有我們自己的這個所謂的MGM宇宙 這稍後會講到 那我們今天先來講這個是也不是的部分 好是的部分呢其實是你其實可以 那第一點就是你每個人身邊其實都有親朋好友 你都可以推薦產品給他們使用 比如說你有爸爸媽媽你有哥哥姐姐 你有身邊一些公司的同事或是大學同學 那麼你們在聚餐或者是聊天的時候 你也可以跟他們分享說 我覺得Reachat這個帳戶很不錯 因為我在這邊存錢 然後大家就是轉帳都不用手續費 然後APP也很可愛很好用 所以你就推薦出去 那大家久而久之聽你講的 他可能就會從你的推薦連結去開戶 那你就可以賺到100元 那他也可以拿到當下的一些新護理 比如說早期的新護理是500 但現在可能比較差一點 現在就可能是送咖啡之類的 所以每一個產品都有他這個所謂的推廣期 推廣期會給比較多好康 那在這之後呢 他可能慢慢就會萎縮 所以大家就是下好離手 就是你看到覺得這個優惠不錯 你其實就應該入手了 也是一樣 就是推薦你也一樣 推薦你也有可能會縮水這樣子 好 那第二點就是 就是如果你能言善道 說話的技巧好 當然就有可能 說服你的親友來做開戶或是辦卡 那這所謂的KOL 不是說我可以利用我的網路 就是推廣 所以我就完全就只靠這個 其實沒有 我身邊也是我自己的親朋好友 包括我的爸爸媽媽 那麼當他們有 使用金融產品需求的時候 或者我共識同事 我也都會直接跟他們推薦 所以他們不會因為我是寶可夢 而就是決定來辦卡 他們會因為我是我本人 所以我跟他們是朋友的關係 我跟他們推薦他們才申請 所以這部分的話 其實我跟大家也是一樣的 我不只是會利用網路上的影響力 我也會利用我自己身邊的 自己本身跟親友的互動的這個關係 他們有問題問我的時候 我跟他們講答案 跟他們推薦 他們就會去使用了 所以我能夠做到的 我相信你們一定也可以做到 所以是我這邊講的第二點就是 你的說話計較好 有條理清晰 那麼你跟你的親友分享 那麼的確是有可能就是 說服他們來這個進行開戶辦卡 那第三點的話就是 假如 非常假如 你有你自己經營的社群平台 不管是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 那麼你在上面發表一些 你平常有看到一些金融實施 或者是你有轉發我的文章 那麼你身邊的親友 大概就會知道說 你是一個對理財蠻理解的人 那麼你常常做這件事情的情況之下 他們對你就會有比較高的金融信賴度 那有這個金融信賴度之後 當你在跟他們推薦產品 或者是他們有問題 詢問你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的跟他們推薦 他們都會比較容易去做接受 所以這就是MGM活動 其實不是只有KOL 或者是部落客才可以玩的 其實一般人也可以去使用到 這樣子的優惠 就是不論是三個五個 其實你如果有邀請到有分享到 那他們願意申請 其實對你來說都是不無小補的價菜金 所以就是這個樣子 那接下來我要講的是 我沒有辦法報MGM賺錢的原因是什麼 第一個這邊有寫到 你的親友其實是有上限的 因為你不可能有兩個三個 爸爸媽媽四個五個 然後就是每次都找不同的人推薦 不可能 所以你身邊的親友可能就是八個十個 就是這一群而已 那這一群的話 如果被你已經掏襲過一輪之後 你下一輪你要再推薦信用卡 他們也會覺得很奇怪說 你上次不是才跟我講過這張卡不錯 怎麼現在又要再換一張了 所以你就會很難去說服他們 又說真的 其實像軍港會的統計就是 我們台灣信用卡 平均每一個人就是拿四到五張而已 不可能再多了 所以你要邀請你身邊的親友來換卡 檢卡再換新的卡片 對上我來說是很麻煩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 也許對大家來說比較困難 就是你沒有辦法叫他們 一直減卡一直換卡 那沒有關係 就是說 你有分享到心意有到就好了 所以他也會有一個上限 他的上限就是說 你的親友有一個人數的上限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叫他們一直換卡 這是第一個困境 第二個困境是 有一些人比較害羞 有些人比較不好意思開口 或者說 他覺得我自己天生就不是業務的了 那他就沒有辦法賺到這個獎金 因為很多時候就是你要開口 你要去跟人家做溝通 你要解答他們的疑惑 他們才會願意相信你而去使用這個金融產品 而試著去申辦 所以當你沒有辦法去做到這個所謂的開口 口若懸河的跟他們講的時候 那你的確是很難賺到這個錢的 那這個是跟每個人的個性有關 這個是完全沒有辦法去勉強的一件事情 第三的話就是 所以如果你沒有經營社群平台 你沒有經營Facebook 或是你自己的IG的部分 那麼你的確是比較難去觸及到不同的人 好 所以我覺得這很簡單 你救不到人就沒有影響力 就是沒有錢 好 所以這個也是一般普通人沒有辦法大做特做MGM的原因 是這樣 因為你身邊的親友大家就是這些人 那你就很難去觸及到一些你不認識的人 那怎麼讓他們相信你 好所以這部分的話就是比較難的部分 所以我個人在這邊做了幾個總結 就是MGM到底可不可以賺錢的小結論 第一個就是 就是一般人的確是有可能可以靠揪團開戶或辦卡來賺錢 但是都是一些所謂的加菜金 可能就是 就是比如說三個人的話 一張信用卡500就是1500或2000左右 好但是你不可能常常有這麼多錢進來 好連我們都有時候都沒有辦法 因為產品不好你就是不能揪啊 好人家就不會理你 好所以這個就是它的一個所謂基本上的限制 就是你的影響力的上限就是你可以賺到的刷卡金的上限 好那第二個的話 就是你可能真的必須要透過一些網路平台 不管是YouTube或者是Blog或者是IG Facebook你都要有這些平台 你才有可能把你的資訊傳達出去 好第三個 那第三個缺點就是說 MGM給的不會是現金 很少很少給現金 大部分都給的是刷卡金或者是紅利點數 好所以你這個部分的話你 他還是會跟你收這個所謂的所得稅 就是每年的年度報稅的時候 這個數字會在上面 但是你拿到的不是現金 你拿到的可是一堆刷卡金 或者一些紅利點數 那你自己要想辦法把它使用掉 好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跟現金還是有些顯著商的 不同的部分 好所以這就是第二個問題 就是我們可不可以從MGM裡面賺錢呢 其實可以 但是他還是有蠻多限制的 好所以你們也可以去 就是去思考一下到底自己 適不適合去使用這個活動 好也是一樣的 那第三個問題呢 我們就是要來討論說 那布洛克如果靠這些推薦連結 他一年到底是賺多少錢啊 要解答這個問題呢 你們一定要來看看我的書好嗎 我的這本書裡面 寶可夢刷卡賺錢秘籍呢 其實裡面都有講到 就是到底寶可夢一年可以靠這個賺多少錢 這裡有寫到嘛 這個小資組靠信用卡加薪100% 理財達人爛夢群示範 讓刷出去的錢自己跑回來 這個100%的意思是什麼 如果我的年薪是50萬的話 我有沒有可能可以靠信用卡的MGM賺50萬呢 可以的 好好不好 所以這邊答案就出來了 如果你是一個開始有影響力的人 而且很認真的在寫文章推廣 那麼你累積到你自己的一定的粉絲跟群眾之後 你的確是可以靠著他們的辦卡 然後來有一些回饋的 但是還是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就是有非常多的困難需要做客服 怎麼講 我們往下走你就知道了 好這個 我的書 好今年三月的時候賣我去那個金市場拍照 這就是那個 我跟我的新書合照的部分 好所以還沒有這本書的朋友呢 也歡迎你趕快去入手一本 好嗎 可以去那個書局裡面翻一翻了解一下 這到底怎麼靠信用卡賺錢 好這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部分 好那這個問題接下來要跟大家聊的是 呃 布洛克靠推薦連結一年賺多少 簡單來做個計算 好我們不抵 不舉其他的布洛克我們舉我們自己就好了 好 布洛克夢通常在推廣信用卡的時候 我們會去看這個銀行提供的優惠到底好不好 那通常而言的話 一張信用卡大概它的佣金是500元 好所以你也可以去思考說 你這個500元的佣金你是要給官方的網站連結來賺呢 或者是給實體通路的業務 好比如說你在花旗外面都可以看到 然後這個微秀外面都可以看到一些花旗的這個辦卡專員 那他們其實其實一張信用卡的 Commission大概就是500左右 或者是你給線上的布洛克申請 然後從他的連結辦卡的話 你可以拿到你自己本身該有的新護理 然後布洛克也可以賺到一卡500 好所以基本上500塊是一個基本的行情 但是也有一些行情是比較差一點的 那還是要跟大家講 比如說永豐是一卡500 早期是600 但現在變500了 好因為太多人辦了 好他們不堪虧損 所以錢就降低了 第二個的話是聯邦賴典卡 一卡才200 好所以你知道聯邦這個銀行 他其實是還蠻精打細 不要說Coleman好 說他是精打細算的銀行 他覺得他本來就不應該要付這麼多錢出去 好所以他就覺得 如果是你看網路上面的這個萊克進鑑量的話 一張卡就給你200 就一點點意思一下而已 好像台北富邦的那個 Omiyaki卡早期他推薦也是一卡200 就是少少的 那第三的話最少的是Banky Banky一張卡現在LinePay的這個活動 就是從LinePay的連結來進行承辦Banky卡 那麼你出入我的推薦碼 我可以拿100 你也可以拿100 好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其實你說一張信用卡 到底可以賺多少錢 其實也不多啦就是這樣子 好但你想想看喔 如果你是一個比較有影響力的人 比如說這檔活動你揪了100人好了 那500乘100是多少 就5萬塊錢啦 好那如果你更有影響力 你覺得1000人是多少 500乘1000是多少 是50萬 好所以我的這個50萬是怎麼來的 就是用這個數字下去撐的 好所以你也可以去網路上面看看 那如果有哪些部落客 他們也在大肆宣傳自己 又只有多少人 那你那個數字乘上這個 半卡的佣金 你就知道他到底收入多少錢 好就是這麼簡單 好那再來的話就是信用卡的部分 好我們往下看的話是這個數位帳戶 那其實我覺得台灣的數位帳戶 已經差不多都已經有一個公定價出來的 好就是一卡開一個戶的話大概都是100 好決定來講第一銀行的ILEO數位帳戶開戶就是給100 好你100我100就這樣子 那華南SNY的話他給的比較多 就是給200 但是那要一次就滿五個人才給這個1000嘛 好所以他的門檻就比較高 好所以你身邊也不見得 同時可以找到五個人都要辦SNY帳戶 所以我覺得他都會順門檻 然後來降低自己的這個支出的這個金額的部分 好但是基本上的話就是信用卡一張是500 然後數位帳戶的話以後就是100 好就看你有沒有要認真去做這一塊 如果你有認真去做認真去推 那基本上就是有做有錢 有推有錢這樣子 好那你可能會有個問題就是 欸啊你們賺那麼多錢 難道你都不用回饋嗎 好你看寶可夢就是一年可以靠這個信用卡賺50萬 那我有再回饋嗎 有呢你看我自己本身的MGM宇宙幾乎能回饋的 有活動的我能辦的我都盡量就是辦 然後就是再把錢不斷的掏出來再來回饋大家 好所以基本上這就是我們的互利共享的精神 我的MGM宇宙的核心精神很簡單 就是我可以靠這個賺錢 那我也希望我的粉絲跟我一起賺錢 好我可以財富自由 我也希望你們跟我一樣一起財富自由 這就是我最基本的核心精神 好不是說我都不回饋 然後所有的好康都在我身上 那我覺得這樣子沒有辦法長久 好所以我還是願意花很多的時間來舉辦活動來回饋大家 就是這樣子 包括我們後來成立的卡板幫也是一樣 我也會要求另外兩位KL 輝哥跟CWDD兩個人 只要有辦活動有幹嘛 都是要給我回饋 不能不回饋 我甚至還會給錢給他們禮券 叫他們出來辦活動就是這樣子 因為我相信我們的這個 我們的血脈 我們的這個是非常非常良好的這個血統 好不好不要這樣血脈講血統 我們的血統就是我們有賺錢 我們就一定要回饋給大家 那我希望這樣子能夠讓大家一直有一個好的互動跟往來 那將來的話我們才有可能就是賺更多錢 那大家也可以就是A到更多好康 好所以如果你對於我們卡板幫的糾團辦卡 開戶有任何有興趣的部分 也都歡迎你掃碼 好我們上面的這個官方條碼 好就是我們的這個辦卡A好康的專屬專區 一個index 所以上面有我們所有的辦卡跟回報連結 那你只要有辦卡有回報 基本上都可以參加我們的抽獎 那我們就是每一季都會持續不斷的抽獎 然後來給大家好康這樣子 好所以基本上的話呢 你們聽到這裡 你應該已經可以完全理解 到底什麼是MGM 可以靠這個賺多少錢 然後有些部落客不回饋 有些部落客回饋 你可以選擇支持他們 也可以選擇不支持他們 那就是看你自己 或者是你看我們的文章去官網申請 那也沒差 因為對我們來說 其實也沒有什麼損失好不好 因為我們的文章寫完就一次公 但是如果有人一直進來 那當然OK 好那如果沒有的話也沒有關係 反正對於銀行來講 他最後都還是有勞到貨客 那其實最後最後最大的獲利者 獲益者其實都是銀行 好不好因為他就是找到你這個客人 這樣子 所以最後來跟大家講一個隨堂測驗卡 我們最後以後可能都會來一個這樣子 讓大家來學完一堂課之後 還能夠再來思考一下說 我到底有沒有認真吸收了 第一個問題 到底什麼是MGM 我也能夠參加這個活動嗎 不知道的往前去翻 去看一下前面 寶可夢已經講過了 第二個 一般人的話 一張信用卡的佣金 是多少錢呢 想一想 第二個 新開一戶 開戶的部分 到底是多少錢呢 不管是這個所謂的銀行戶 或者是證券戶 其實都是會有一些commission的部分 那麼你們都可以上他的官網去看 或者是寶可夢的文章裡面都有寫 那我都會把這個官方的MGM活動都列在上面 所以你也可以上去看 就會知道說 我們到底就一戶是賺多少錢 這些東西都是完全透明公開 在網路上面可以查詢的 第三個是信用卡的波羅克 MGM到底靠這個可以賺多少錢呢 那你有興趣的話 找寶可夢的書 我的書呢 裡面都有講好不好 找一本來看 不見得要買 書局翻一翻 你就會知道 到底我們卡板幫一年可以靠信用卡賺多少錢了 好不好 所以呢 今天很開心跟大家分享到就是這個 刷卡賺錢 然後MGM怎麼玩 就是這個樣子 所以呢 你覺得如果今天的內容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訂閱 按讚 小鈴鐺開起來 好不好 有最新的理財消息 我們都會 就是你都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也非常歡迎你就是按讚留言分享 把這個很棒的資訊呢 分享給你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做MGM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理財 好嗎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